爱丽克斯又和老婆李永贤 佐带着小贤听音乐会 翻设自小贤脸书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小贤与何首正11日 在结婚5周年前戏金报已分手一个月 据传一次是何首正劈腿 何妈抱孙心切 小贤却因为天生没子宫不能生 让5年婚姻画下句点 与小贤认识19年的男性 爱丽克斯经受访时表示对何首正很失望 小贤和爱丽克斯曾合作电玩节目新电玩快打 两人因此变得要好 爱丽克斯也将小贤当作妹妹疼爱 据ET Today新光云报道 爱丽克斯表示先前对何首正很欣赏 如今却对何首正很失望 他没有做得很好 首正应该要站出来保护他的爱人 他心疼小贤被南方姐姐和母亲媳妇 何首正却没有站出来 没有做一个男人或老公该做的责任 爱丽克斯透露 小贤在婚后心事碰到南方家人不喜欢小贤的演艺事业 再来就是生小孩的问题 让何首正的母亲和姐姐难以接受小贤 这个媳妇 种种原因让小贤婚后相当辛苦 爱丽克斯表示何首正认识小贤时就知道他不能生 不是不想生 不过对于小贤与何首正两人最终已离婚收场 爱丽克斯则表示想给小贤多一点鼓励小贤轻松了 可任意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昨日爱丽克斯和老婆李永贤带着小贤去听音乐 会并在脸书上小贤喊话要去找更好的 并给小贤一个赞 网友看了爱丽克斯的片文 也纷纷在底下留言为小贤打气加油 你值得更好的 希望小贤尽早走出悲伤 爱丽克斯又和小贤19年前主持节目认识 至今依然是好朋友 翻摄自小贤脸书